此题为强酸0.1m1宝生加入弱酸的供二锦盐类0.03末 求出庆子轮度为何 因此第一步我们先来判断提醒 我们首先先写出盐酸加上醋酸钠的中和方程式 可以得到醋酸以及氯化钠 综合前研算木耳数为0.1x0.1公升 因为这里是100毫升换算层 公升为0.1公升 这么多木耳 醋酸钠为0.03木耳 醋酸为0 因为它是生成物一开始并没有出现 综合到最后 很明显醋酸 盐酸为新浪世纪 所以最后为0 消耗0.01 这里消耗0.01 醋酸生成0.01 因此醋酸钠为0.02末 醋酸为0.01木耳 这是我们在观察 溶液 我们发现溶液具有醋酸 以及醋酸 两者互为共二酸减对 因此是属于 酸型缓冲溶液 因此我们先列出酸型缓冲浓液的公式 H正等于Ka乘上酸的墨素 除于盐的墨素 我们直接带入数据 因此H正就等于1.8乘10的负四方 乘上酸为0.01末 减为 盐类为0.02末 因此等于9乘10的负六次方m 谢谢